臺古城商場發生遲刀傷人案 被告陳真涉嫌刺傷一對夫婦 並咬脫前區議員趙嘉賢的耳朵 案件今日於高等法院續審 控方開案陳辭指 被告曾以普通話叫道光復台灣 男事主溫浩倫上前爭執後 遭被告用刀劏劑 並在以刀刺其妻 趙嘉賢到場支援時 被告稱我不是打人我是打狗 趙嘉賢伸手阻攔被告時遭咬脫左耳 辯方指被告其後離開 但溫浩倫妻子拉著被告 溫浩倫都舉起右手壓拳襲擊對方 被告則用左手推溫浩倫至牆邊 右手取刀插傷溫浩倫 控方下午傳召溫浩倫的妻子梁碧琪作供 梁碧琪於商場外聽到被告大叫口號之後 見到被告將插在空前背包的右手抽出 她丈夫後來上前阻止被告 及後她見到丈夫染住肚 面露痛苦表情稱被告遲都叫她快點走 被告陳真現年50歲 被控三項有意圖傷人及一項普通襲擊罪 當晚事件中三人送院 一人情況危態 趙嘉賢的左耳未能駁回 三人分別留院3至19天 案件將於明天續審 控方在庭上表示 將傳召梁碧琪的唐姐梁瑩瑩和趙嘉賢作供 報告 在庭上